12月真是一个操蛋的月份 想象一下吧 在所有的职业中 整天看着星星的日子 能有多糟糕呢 但有些人不是这么认为的 他强迫自己的老婆孩子 喝下了瓢癌剂 在他们垂死挣扎的时候 甚至拍了照发到了朋友圈里 最后用铁丝将自己吊死 还有一家 在温馨的给小女儿过生日时 男主人却抱起 涂漏了所有家庭成员 被抓时 他还大声的叫喊着大难将至 那些该死的事情不是他干的 是愚人 是不知从哪里冒出的愚人 有没有感觉到 最近地球上的灾难越来越多了 恐怖的山火 无差别的屠杀 惨烈的踩踏事件 战争 谈判失败 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 说实在的 有些事情 你宁愿到死 应该也不会想知道他的真相 此时的男人 总算推开门 来到了他的目的地 无论这个屌世界 多么的恶心操蛋 该干的活 还是要干的 名叫无名的男人 从诡异的雕像上拿过钥匙 便开始了拼命的奔逃 而他的身后 头戴面纱的女人 却大声地告诉他 男人亵渎了这个地方 亵渎了虚无之地 可无名根本没有管他 继续大步在沼泽中奔跑 可他还没跑几步 就被埋伏在沼泽中的 鱼脸怪人 团团围住 眼看怪人手中的鱼枪 马上要扎向他时 名叫无名的男人 尖叫着 从梦境中醒了过来 不过 他的现实 相比梦境 也没好到哪里去 床的周围 围着四个鱼头怪人 他们要求无名 跟着他们走一趟 坐在购物车里的无名 开始不断地胡思乱想 他想着 有时候人们 有没有一种感觉 现在的日子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以他看来 自从2012年起 所有的事情 都开始变得一团糟 媒体上不断出现的 所谓百年难约的 奇异天象 疾病 战争 暴乱 自然灾害 正在思考间 无名被带到了 一处交叉路口 周围的愚人 先是让他诚心祈祷 然后将一个散发着 腐烂腥臭味的布袋 套在了他的头上 等布袋拿开后 无名发现 自己来到了一个 四面有着 不同场景的怪异房间 不过 此时的无名并不害怕 相反 他调笑着表示 这是自己这么多年来 做过最棒的梦了 在此之前 他甚至都以为 自己快要忘了 做梦的诀窍呢 那么现在 他可以醒过来了吗 可对面戴着面纱的女人 并没有搭话 他拿起胸前的钥匙 告诉无名 无名居然想从这里 偷走梦之药 这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虽然无名放弃了 自己的名字 导致没有人能将力量 强加在他的身上 但自己是不一样的 自己有力量 能够凌驾 而无名做这些 完全就是刺头罗网 接着 女人的面纱后 继续传来 空灵阴冷的声音 无名不可能离开的 只要在这个地球上 他就不可能 逃过自己的眼睛 因为整个世界 都汇聚在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 就是整个宇宙 但听了女人的话 无名丝毫不慌 他站起身 大大咧咧地回答道 也许事情就是这样 但自己可能 还有个名字 女人不知道 别人一直管自己 叫做飞人 女人听罢 轻蔑地笑了起来 他让无名不要想那么多 当无名踏入这个房间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晚了 什么晚了 听了女人的话 无名更加胸有成竹起来 敢号称飞人的 可全都是机智的混蛋 对了 麻烦问一下 有了那个 附在你意识上的寄生幼宠 你还觉得自己很漂亮吗 不知为何 听了无名这句话的面杀女 崩溃的嚎叫起来 他大叫着 那不是幼宠 是他的丈夫 而此时 女人的手指不断碎裂 从里面流淌出 暗绿色的浓稠粘液 无名抓住女人崩溃的时机 从她的身上 抢过了钥匙 临走前 她还不忘嘲讽女人 本来自己 做到这一切是很难的 但没想到 女人主动将自己 带到了她的私人梦境 没了防御 这不还是轻轻松松吗 说话间 无名已经撞过防守的 愚人逃出了房子 为了这件事 无名可是花了几周的时间 在梦境里扎根生活 梦境可不像现实世界 那么明了 一切都是混乱 复杂 无名感觉 自己醒来后 浑身一定臭透了 就和这些肮脏的梦一样 正在思考间 无名已经拦住了一辆公交车 并登了上去 梦境虽然复杂 但有些东西 只要抓住技巧 也很好实现 比如说 无名坐车 就可以简单的 变出一枚硬币 可就在无名坐在车厢中 以为自己能喘一口气时 公交车到达了新的站点 四个长着灯笼鱼头的男人 不还好意的走了上来 见到此情景的无名并不慌张 他从不同的角度 端详着手中的钥匙 试图记住每一个细节 即使所有愚人向他围来 无名手中的动作也没有停止 他提醒司机该开车了 但此时的司机 也套上了灯笼鱼一样的头套 又一次 拿回钥匙的鱼人们 将腥臭难闻的布袋 套在了无名的头上 等无名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鱼人开着小船 带到了海面上 看着周围的环境 无名感觉 应该已经回到真实世界了 他的内心开始不断的祈祷 他希望那些雇佣他的人赶紧过来 要是再晚一些 这次的任务肯定就要失败了 接着无名瞅准时机 踹开身边的鱼人 跳入了水中 在水里 无名以极其困难的姿势 将反绑的手弄到了前面 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 鞋头人再不来的话 他就完了 就在无名陷入绝望时 随着李花的炸裂 一声枪响 从远处传来 那个抛王打算抓住无名的鱼人 脑袋被打了个粉碎 在水中的无名 焦急地看着远处赶来的渔船 他的存活时间 还有不到30秒 终于 在还剩20秒的时候 渔船上的人 将无名捞到了船上 在无名昏迷前 他只记住了 那个漂亮的女人 等无名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们的渔船 已经靠近了码头 坐在船头的女人 询问无名 他叫什么名字 可无名不耐烦地 让女人闭嘴 不要打扰自己工作 接着 他依靠着梦中的记忆 将钥匙的每一个细节 都在平板电脑上画了出来 终于 在到达码头时 无名在平板电脑上 完整地绘制出了 梦之钥匙的模型 现在 只要有3D打印机 就可以复制出 完美的梦之钥匙了 完成自己的工作后 无名询问 坐在前排的女人 她们到底要干嘛 才能用得上这个东西 话说 这艘船上有这么多的武器 来接自己的 不会是某个国家的 政府特工吧 可听到无名这句话的女人 无奈地表示 都什么时候了 现在这个星球上的 每个政府 都已经被吓尿了 估计她们都蜷缩着 后悔当初 为什么没有投资 更牛逼的太空项目 了解更多的宇宙信息 接着 女人向无名 介绍了她们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相比政府 这个人 才是真正关心未来的人 女人话音刚落 一架带着显示器的无人机 便飞到了无名的面前 显示器上 温文尔雅的中年人 向无名做了自我介绍 她说 自己名叫保罗 达里斯 现在因为手头有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过来找无名 只能让自己的手下索菲亚过来 对于保罗这个名字 无名是知道的 在这个世界中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太空科学家 以及电脑专家 接着 保罗向无名展示了一个奇怪的符号 而这个符号 无名也认识 这是通向赴宇宙大门的标志 保罗表示 他给无名看这个标志的意思是因为 在外太空 他发现了这个标志 被刻在了一颗小行星的侧面 而这颗行星名叫西瓦 长14英里 宽6英里 目前正以每秒5万英里的速度 向着地球飞来 听到这个消息的无名一下子愣住了 地球要完蛋了吗 保罗无奈的告诉无名 没错 地球就处在这颗行星的碰撞轨道上 33天之后 一场大灭绝集的撞击 将会发生在北太平洋 而且这33天 恐慌带来的灾难 将会远远大于最后的灾难 到时候 直到这件事的社会 法律秩序将会瓦解 大量的自杀与邪教将会盛行 说完这些话后 保罗表示 自己需要无名来改变这一切 无名听了有些不解 地球上比自己强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会是自己 保罗回答说 无名取得了梦之药 这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 而且无名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他现在还在躲避着警方 与面杀女的纠缠 显示屏中 保罗阴沉着脸 继续说道 他知道 1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也知道那次崩溃 他明白 无名在无数的围猎中 活了十多年 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 他需要无名来做这一切 而且 事成之后 他将会给无名一次 酬劳上涨 一百倍的机会 听了保罗所说的话 无名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底儿 真的已经被琢磨透了 不过 人类都灭绝了 要那么多钱又啥用 同时 无名再一次表示 他只是一个超自然领域的专家 又不是奇异博士 能把一颗行星直接变没 保罗告诉无名 不用担心 他们是有计划的 他们的团队需要无名 只是因为无名应该可以保护员工的意志 不让他们的心理受到奇怪的影响 接着 保罗表示 他现在正在月球的阴影面 与无名对话 他可以保证在外太空人员的安全 但他们的团队 真的很需要无名的加入 无名看着面前 黑洞洞的枪口无奈地表示 好吧 那还有得选吗 就那样 在一个小时后 无名便被索菲亚等人 带到了登月太空船处 从索菲亚手中 接过宇航头盔的无名 看着缓缓升起的朝阳 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即使 现在已经过了12月 但清晨的空气 依然比浓重的烟尘都令人窒息 自己也将要从地球前往月球 恶心糟糕的事 就他妈的从来都没有断过 而这个世界里 到底 何为真实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